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 今天我要去东宫 今天去东宫都是预约制 所以我在两周前就订了票 今天正好天气特别好就很适合出去 我记得我之前拍过一期视频也是去东宫 但是是拍的新馆那边 都是18到20世纪的绘画 今天这里很多都是文艺复兴时期 就是18世纪之前的一些作品 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OK 我们来到了那个主入口那边 结果他们说我是买的学生票 所以要从侧面的入口进去 几个人抬着 这是比特邦很经典的一种住室的形式 OK 好像是从这里进去 找了好久的 OK 我从ML从这个入口进来过 然后现在是一个现实展 就是好像是关于非洲主题的一个展览 因为东宫藏品很多 所以说它就是平时展出来的不是所有的东西 可能只有所有东西的千分之一 然后有的时候它就会把一些藏品拿出来 就是这样反复展览 这样的话他们不仅仅是游客 还有他们自己的自己国家的人 也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展 面具在非洲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南非的史前沿画中就发现有佩戴面具跳舞的妇女形象 面具呢主要是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和中非地区 如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玛里 几内亚 喀麦隆等地区 这些面具主要用于宗教庆典 成人礼 婚礼 丧葬仪式等 而在生活中也会经常戴着这些面具 一是代表着权力与威望 可以给人震慑 二是可以掩盖身份和面貌 有效地防止别人报复 可以看到西非的一些 他们这些雕刻啊什么的 很多都有这个 他们当地的动物的形象 就是羚羊啊 之类的 其实就像立体派啊 野兽派啊 我觉得是有可能 从这个北非地区的一些文化里面 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因为你看到这些东西真的 形状它都不是非常标准的那种 希腊文化起源的那种形状 都是比较变形的 比如说这个眼睛不长在同一个水平直线上 一个高一个低 我感觉有特别有那种立体主义的拼接感 所以 因为北非离什么 南欧非常近嘛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些雕刻都是18世纪 19世纪 从意大利罗马买来的 因为我真的去过意大利 意大利的雕塑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他们对那个博物馆的东西不像这边就不让摸 我去凡蒂冈博物馆 凡蒂冈博物馆里面那些文物 有人摸也没有人管 所以就是可见他们真的文物太多了 所以即使是卖掉了很多 也是还剩了超级多 有没有很多收藏 每一个瓶子上面都是画上了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些内容 东宫博物馆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原因就是 在博物馆里能够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地区 所有石器的藏品 而且它拥有国一复兴三节的藏品 收藏量还是非常非常之宏大的 我真的已经来过东宫很多很多遍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比就是学艺术的学生来这儿来的更多 尤其是大三的时候 甚至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都来 而且是在没有游客的时间来 我们开馆之前我们会来这里做礼模 实际说呢 真的 应该很熟悉 但是这样子让我重新从另外一个入口进来 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大 这一个也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会画到的一个女子半身 然后我必须要走这个中间 我记得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人的时候走过这个这条路 每天都是走这个下去 然后就下课回家 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queen 这些摆的就是比较精品的一些雕像 这些都是十八世纪的雕塑 十八世纪的雕塑就是非常柔美的这种风格 因为受了希腊骨罗马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雕塑都非常的严谨 但是可以透出这种很浪漫的感觉 其实这样受纳和痛苦的主题 它也是以非常唯美的形式呈现的 雕塑很神奇的就是 你会发现从任何一个角度看 其实是从这个脚丫子的角度看 都是很完美的 十八世纪中叶 庞贝城的发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古典主义的兴趣 古典主义又复兴起来 故有新古典主义一词 新古典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对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否认 另一方面则是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 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家在风格和体材上 都刻意模仿古代艺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 意大利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 他是新古典主义雕塑家的代表 东宫里面很多的藏品也都是出自他手 可以看到这个纹路不是一整块石头 它是由各个不同的部位的小石块拼接成的 然后它这个纹路也是拼接而成这样子 有一个顺理的这种纹路 然后最后打磨泡光 变成这样子的瓶子啊桌面啊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哪一国的统治者 或者是皇室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做这些 非常不可思议但又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这种奢靡的东西去彰显自己的统治力 彰显自己与普通人的区别 但是我觉得这种奢靡其实是 如果你在国家强盛的时候做出这些 我觉得其实是彰显了一种 自己国家的人的这个手工艺 到底能发挥到哪种极致 但是如果统治者在民不了生的情况下 就是做这些面子活的话就是 千古醉人就像慈禧太后一样 维尼斯水城 可能这个是那个金桥吧 好像是叫金桥是吧 我感觉维尼斯真的就是没有变过 这个大概是一个1744年的作品 这是维尼斯圣马可广场的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真的是经济非常强盛的一个地方 这边是几张维尼斯开兹的画 这都是早期的 但是也有人说这些画都是复制品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这个整体这个画风显得有点非常黑 不太像是圆祖 这一幅也是西班牙画家歌牙的画 哇 这是我们文艺复兴三哥中的最小地 拉翠尔的作品 哦 这里也是 这个可以说是正观之宝 这幅画是拉斐尔的早期画作 做于1506年 画家去掉了圣约瑟夫传统的胡子 和他传统的形象完全不同 这是画家将人物打开到新维度的方式 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见 他用柔和的线条完美的色彩对比 和人物姿势的使用 使这幅画达到了完美的和谐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文艺复兴后期的画家 就是卡拉尔乔 这是东宫伟一一幅他的画 是弹琴的少年 说他弹的这个底下这个谱子呢 是当时的这个流行音乐 据说这首歌叫给君我的爱 一般大家画画那个时候 都是把人物描画没有绘得很完美 但是看到卡拉尔乔呢 他会故意把这些水果上面的 这些不完美的被割开的小稻子 或者是有的水果上长虫的 他会画出来 这个完全就是可以说明 卡拉尔乔不是那种老师的画家 他是有一些小心思的 你看这个板都已经有点瓢了 这个话是说就是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 他的透视都是非常精准 就像森林奇境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评论家们给他们添上的一些色彩 也许当初画家本身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 但是只有评论才能让一幅画的价值更加的体现出来 这个画也非常有意思 是一个小孩他已经穷困潦倒了 但是这个狗狗有找他要吃的 然后他说我已经没有吃的了 但是他还是很乐观这样子笑着对那个狗狗在说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场景给记录了下来 OK我们到达伦波朗厅了 这个画是伦波朗画的达纳厄 这个也算是这里面比较大幅的一幅伦波朗 有一期视频呢我专门就是讲了这个达纳厄的故事 然后还有各个画家笔下不同的达纳厄 但是那期视频就是我做的很辛苦很用心的 观看量非常少 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期视频 因为达纳厄真的是以前的那些画家非常喜欢画的一个主题 这是伦波朗的花女 我把这些画家画画画画的很细腻的 就是从这一幅就是很明显的看出来 而且这因为是女性形象它画的就是比较细腻的 你看她画男性她就会用比较直接的画法 会更有激励感一些这样的画 男性因为是比较粗糙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她和女性的画法又很不一样 然后大家都知道伦波朗最擅长的就是光线绘画 她喜欢把这个一束光带在人身上 然后其他的地方都是按下去的 这样很突出主体然后又很出效果 几乎每一幅画都是这个样子的处理 尤其是这一种就是更明显的使用光 眼睛下面都是阴影的只有一点点有光 下面这一幅就是也是东宫的一件 館仓很著名的作品就是浪子回头 正因为东宫有这幅画 隆伦波朗的这幅画呢 所以东宫的这个隆伦波朗藏品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这是为数不多的隆伦波朗的比较大的作品 然后光线也是其主要集中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一个小孩出去闯了以后呢 回来会在父亲面前这样一个场景 这幅画主要是以圣经题材 亚伯拉罕的牺牲为主题的 讲述的是对上帝信奉的故事 亚伯拉罕为了证明他对上帝的忠诚 把自己唯一的儿子作为献祭的祭品杀掉的故事 然后天使下凡阻止了这一行为的发生 然后把他的刀也给震掉了 我特别喜欢的一张画 他几乎所有的都是灰面 然后只有光透出来一点点 就好像是那边的门啊窗户刚刚打开 然后他正要躲避的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美这张画 这是一个荷兰画家画的 这边是鲁本斯厅 鲁本斯喜欢画这种情欲体材 还是会把女性画的比较多肉 还比较丰满这种 即使是男性他也会画成这种 这种比较讽刺郁味的这种样子 还是有一些外国游客的 可以看到这一幅画是 鲁本斯一张很有名的画 就是他父亲被囚禁了 然后他的女儿用这个乳汁去救活他的父亲 这种乳汁去救活的 无本斯就是很多这种讽刺意味很强 然后或者是触犯 有一些些触犯伦理道德的这种题材 他是蛮喜欢画的 对 他拥有的技法就是比较通透性 笔法是比较飘洒的那种 所以他也是一代大师 这是个非常浮夸的听 这些作品出自弗兰芒艺术家弗兰斯斯奈德斯 他最喜爱和上场的绘画主题就是 市场和食品储藏室的场景 他还画了很多很多的镜物 他与此同时也是动物学家之一 他与卢本斯凡代克等都是同一时期的画家 甚至是这种非常细节的东西都抠着 很清晰很清晰 所以就像真的活物一样 这个是个拉斐尔长廊 就是伊丽莎白 画师非常喜欢拉斐尔的画 所以他就让画师呢 直接给他复制了所有的拉斐尔的画到这个长廊里面 这里有一个房间 然后就是这里是可以参观的 然后到里面就不能去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里面什么是个食堂 我记得我在东宫就是临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到那个食堂里面的东西 然后就跟工作人员一起享用那个食堂 就特别特别有意思 然后这东宫食堂里面 他们的员工餐也就是挺好的 这幅画是东宫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幅作品 作者是朱利奥罗马诺 他是拉斐尔的学生 钟爱琴瑟主题绘画 画面描绘了宙斯和阿尔科莫尼的偷情 两人目无旁人深深坠入爱河 旁边的老仆人试图要提醒女主人她的丈夫正在逼近 惊慌失措的狗狗象征着婚姻中忠诚的破裂 脱鞋旁的黑猫示意着不祥 城头上的雕刻是狼和弱虫 象征着宙斯的另一段感情线 东宫博物馆藏有达芬奇的两幅油画 一幅就是这一幅圣母利达 这是达芬奇1490年前后创作的一幅油画 画中的圣母正在为耶稣哺乳 在这幅画里圣母退去了本应该有的头顶上的光环 以一个普通母亲的形象呈现出来 她脸上的微笑温馨宁静不失端庄 有人说这个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母亲的笑颜 也有人说圣母的微笑里透露出一些悲伤 似乎已经预示到了耶稣未来坎坷不平的命运 圣鹰手中的小鸟象征着耶稣为人类牺牲所流出的鲜血 这幅画相较于刚才那幅画是更加早期的作品 创作于1478年 名字叫做帕诺瓦的圣母 在这幅画里面圣母抱着圣鹰 一手扶着她一手则拿着一朵花 圣鹰右手想要探出来拿花 同时伸长另一只手抓住母亲 于是玩弄花的这个动作构成了整幅画的主题 相较于传统词版的圣母圣音像 这幅画有了更多的乐趣 充满了人文关怀 既然东宫集齐了文艺复兴三节的作品 那么最后一节也就是伟大的雕塑家 画家米开朗其罗了 这个作品叫做全坐在一团的小男孩 又名蹲着的奴隶 生动地雕刻了一个右脚受伤的小男孩 蹲下双手紧紧握着伤口 背部的肌肉结构起伏高度紧张 说明男孩正在承受剧烈的疼痛 但是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受伤的男孩脸上的表情却非常寂静肃目 由此给了观者更多想想的空间 据说这件作品是没有完成的作品 因为表面只是粗略地雕刻了 并没有抛光和打磨 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已经完全传达到了观者的眼中 这种概括反而有了更加现代的效果 为当代的艺术家也有了很多的契迪 拔刺的少年 拔刺的少年也在这里拔了N年的刺了 这个其实是个马赛克宫 这里面的所有的吊灯都是水晶的 然后金非常非常巴洛克 这里面所有装饰都是马赛克大理石 然后这个地方藏着东宫的另一个镇馆之宝 就是这个孔雀石中 每周星期三它会动一次 旁边有一个展览的样子 但是我具体不知道它是该怎么看时间的 因为它其实并没有什么传统的钟表样式 这个是纯金的一个时钟 然后就是它会动起来 旁边有一个它的展览的样子 这个东西呢是叶卡杰尼拉大帝的宠臣伯将军送给它 从英国买过来的 我见过它动的样子就真的很逼真 这些地方应该以前都是流水的 现在枯竭了或者是没有开 这边居然是马赛克的装饰 中间是美肚子 美肚沙 咱们叶卡大帝 如我 这个远看是一副油画 但你先近看 你看全部都是小石头平成的 Mosaic 配上这个浮夸的位置 这是库图佐夫将军 这是一个勋章大厅 我有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或者是没有自己吃的 用为打筷子 完全是 Saf在肝里的人 您可以去帮她 您原来ե伙大的地方 您可以在这里 那边 您做这么多的地方 您可以帮您 您您肯定 这么多的地方 这里是国王加冕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看过 伊卡吉纳二世那个电视剧 就是在这里加冕的 地下的这个纹路也都是木质的 地下的纹路和天上的这个纹路是对应的 然后这个是加冕的黄座 上面是圣桥之徒隆的一个浮雕 这是亚历山大三世 他的同领下代表拿破仑 这旁边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将军的肖像 而且全部都是参战的一些将士们 这是我们著名的库图佐夫将军 他的右眼是瞎的 所以他的画作永远都是 只露这边左边这个眼睛 露到这里相机有点没电了 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或者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麻烦记得订阅和三连哦 拜拜